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非凡生计股份有限公司的婷婷老师 来到我们的人物专访 欢迎老师你好 嗨你好 那想请婷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创业的起情动念是来自哪边呢 好 其实呢 我前面15年 就是刚毕业的时候15年 其实是在金融业 那其实赚了很多钱 可是呢 也把身体弄坏了 那也在金融风暴的这个时候 我就毅然决然的离开金融业了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后来我就 就是有hunter就找我 他就说 他说 云婷我想引荐你到一家美容业 我就跟他讲 我不适合 我就cut 我就挂掉了 后来他打来第三次 他说云婷你不要挂我电话 我不是找你进去当美容师或是店长 我们是要借助你顾客关系管理这方面的专业 我听进去了 对这方面是我的专业 对因为 因为如果说我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话 其实我没有办法在金融业赚到这么多的钱 对 所以就这个时候我就我就进去了 可是我刚开始一样是从30k开始每天打卡上班 觉得很开心 那其实呢 我在里面我就专门就是接待我们的一些VIP顾客 这样子 对 然后呢 后来其实我也很短 我大概花了两年半的时间 然后呢 帮公司建造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团队 对 所以我花了两年半 我就做到副总 这样子 那其实呢 老板非常非常的赏赏识我 然后呢 也非常的疼我 那可是呢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我其实我希望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我就是一直很喜欢挑战的人 对 可是呢 因为公司的人事布局 我也只能就是尊重公司 所以后来我毅然觉得我就离开公司了 然后呢 后来就自己创业非凡生计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是 那因为其实在创业的过程中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在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案例 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嗯 有的 其实呢 在这个过程 因为我们本身是做 例如说保养品啦 精油啦 一些产品的一个批发嘛 那其实也做得顺顺的 可是呢 其实在2020年那时候 刚好来了一波疫情 那其实 疫情那时候是从 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没感觉 就觉得 哎 应该台湾没事吧 可是怎么过了一个农历年 我发现大家开始抢口罩了 那我想说 需要抢吗 我们店里面都有 对 我觉得应该是不用 可是我还发现 哎呦 好像不抢不行了 对 大家就开始抢口罩 我也发现路人开始 每个人都戴起口罩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是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发现说 哎 怎么客人越来越少入店了 对 那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批发 为什么 因为只要客人越来越少入店 我们的美容 的店家 他就会越少进货嘛 所以我们呢 批发这方面的业务 他就会整个下降 然后呢 再来我们自己也有美容 SPA管 对 我就发现 哎客人 他本来一周会来一次的 他变成两周来一次 甚至有些变成一个月了 我开始慌了 对 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那怎么办 我们还要养员工 还要缴房租 还有这么多的开销 怎么办 那这时候其实 你当下其实是很慌的 对 可是我跟我自己讲 我说 叶云婷你不能慌 你要好好的想一下 你该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我自己讲 如果我慌 我的店家老师更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 第一个 我先打电话 给我们的房东 我就告诉他说 房东大人你好 我说谢谢你这几年来的照顾 我非常的 非常的感谢 那可是呢 因为遇到疫情 我们真的没办法 可不可以请你帮帮我们的忙 然后呢 可以帮我们减免一些租金 然后呢 让我们可以撑过这段时间 那如果没有办法 也没有关系 那我就是把押金扣完之后 我们会很安静的 把它搬离这里 就这样 谢谢你 那我觉得 我的房东也真的人很好 我觉得 处处都是我的贵人 是 他就跟我讲说 没有问题的 你们年轻人创业不容易 所以他就跟我讲 他说好 我就资助你 这三个月通通半价 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 也很感谢他这样子 对 然后呢 再来 我就 我就开始 我想说店家老师会慌 所以呢 我不能让他们停止 我们都不能营业 对 那这个时候 我就带着大家学习 因为我本身是中医老师 我就不断的带他们开始学 20种常见的问题 问题 问题条理 例如说包含 肩周炎怎么调理 公寒怎么调理 或者是膝盖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坐骨神经 这一些 那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日常常常会遇到的状况 对 然后呢 我就开始招生 那我就跟这些店家老师讲说 一个人 这20天的学费 就是1000块钱 那你再找一位 我们的 就是说 找一位伙伴 这样子的话 一样是1000块钱 就你一个人只要500块 其实我收的是乘以金 是 这样子 那结果 没有想到 还不到一天 就已经100多位的老师 来 报名 报名参加 大家 这样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吓一跳 我想说 够了够了 不要再多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 承受教这么多人 这样 因为我们都在线上 因为那个 论也会报 这样子 后来我们就开在Facebook 然后就教他 教他们 结果这个过程当中 结果 家里的小孩 就是我们的店家老师 就用这一台智能爱就义 然后开始帮他们做调理 帮家人做调理 帮小孩做调理 这样子 然后呢 结果他的小孩也跟着上课 然后还入境 他还跟我们说哈喽 然后呢 妈妈也在帮忙 讲说 这是哪一个老师 怎么声音这么好听 哇 对 结果妈妈也来一起上课了 结果后来呢 他们也因为我这样的 一直不断的 就是傻傻的叫这样子 他们也跟我讲说 婷妮老师 那个 你帮我寄一台爱就义 我要订 来 这边还讲说 你帮我寄这个 你帮我寄这个这样子 我就觉得天哪 我怎么变 我怎么变成网红 这种感觉 我也会带货 这样子 对 我想说 我说 所以我很感谢老天爷 给我这样的一个恩典 对 是 那婷妮老师 你觉得说 你最主要是这样子的 企业核心 是希望说 可以传递给顾客 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其实呢 我觉得 每个人 现在每天都非常忙忙碌碌 没错 对 可是呢 我们都对于健康的知识 一些尝试是很缺乏的 我希望透游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让家家户户都可以更健康 对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着手 就说 我希望就是 我不只受客在我们的 这些店家老师专业的人群 更是我们的消费者呢 也有一个独立的群 是我可以教他们平常 你怎么样养生 你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工具 自己做养生 对 是 那你们现在目前产品出的系列 大概分为哪几种呢 好 我们第一个呢 是 这是针对美业店家 或是中医诊所 或是医美诊所 这个是智能艾灸医 是 那他本身 因为传统艾灸 他有烟嘛 对 而且他只能在中医诊所 可是我们的呢 他就是透过电 然后他不用烧 对 所以他是非常的安全的 他是一个电器 家用的电器这样子 所以他就可以帮 帮客人来进行 就是等于是温灸这样子 那其实呢 他的效果很好 那所以其实客人 他几乎例如说 每个礼拜都会进店来 做一个补气的动作 对 那所以呢 我们这台是我们的店家在用的 那这个呢 是 他是比较属于消费品的 那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像例如说 像今天 外面只有9度而已 可是我里面穿的是无袖 是 然后刚刚一个妹妹一进来 她就问我说 老师你不会冷吗 我说我不会冷 我还在流汗 她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 我擦了一个 就是会发热的一个凝胶这样子 她说这什么东西 我说呢 第一个 我说因为人体的温度只要越高 它的免疫力就会越高 我说她非常的清爽 她就这样子 她就是一个 就跟乳液一样 所以呢 她其实她可以在你身上恒温12到24小时 是 所以呢 我刚才其实我其实已经擦了整个背 所以我一早就把背给开了 开就是我们讲的开背 所以其实呢 有时候你不一定要到美容院 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开背 然后可以 其实五脏六腑都启动 这样子 所以她非常的非常的好用 然后呢 除了这之外 再来就说 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人都有眼睛的问题 对对对 干眼症或者是老花 或者是近视啦 或者甚至非纹症这些 其实都是因为 我们平常太爆肝 或者是熬夜 或者是喜欢吃辣这样子 可是呢 我妈很清楚去知道一件事 就是全身上下哪里都可以整 只有眼睛是不能整的 而且她就是不可逆的 你看有多少人因为什么 例如说黑夜中在看手机 那其实蓝光一直不断的 把我们的水晶体给煮熟 那是很可怕的 然后再来 例如说常常一直看 就是那个时间太久 然后再来又不开灯 这样 而且还有裸饰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明明有近视 或者是老花 你不戴眼镜 你就直接拿掉 然后这样看 其实那个蓝光一直很近的在照射 那很可怕 所以为什么有一个 艺人 他就得了即兴的清光炎 对 那是完全没有办法回复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健康的一些课程 来带给我们的民众一些很好的一些养生知识跟观念 那这一瓶呢 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压出来 它就会有乳霜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涂一抹 就在这边上面一直滚 超级方便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会有人这样子一只在滚 这样子 我就说好了好了好了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它很方便 然后我们家是人手一只 因为我们家小孩也有近视的问题 会还有例如说眼睛酸色 然后结果 我那个我朋友的小孩 他只有国小 他说妈妈我也要滚 所以全家的人就是滚成一团这样子 就一直在滚这样子 所以我自己啊 我大概我会带身上 然后呢 一天至少滚了四五次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好用这样子 对 然后除了这之外 再来就是我们的 最厉害的一瓶 对 因为其实我已经我已经50家了 那我觉得我的皮肤应该还不错 超厉害 那其实我都敷这个黄金发热面膜 因为其实呢 只要一发热 因为其实传统面膜它是冰的 然后一张纸 可是一敷上去 其实我们毛孔就收缩了 因为什么会冷嘛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养分啊 好的成分 全都在表皮吸收了 可是它是发热面膜 而且它已经奈米化 还有远红外线的一个技术 所以它是什么 毛孔会打开 所以呢 它好的成分一直不断的往里面渗 所以呢 其实你看 你敷完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家事 什么事都可以做 或者你可以敷着睡觉 半夜再把它撕掉 因为它是一个膜 是 所以撕掉之后 你就完成了 所以其实它不会占你的时间 所以其实我这么忙 我还有空追剧 非常方便 追剧的时候 我可能用这一瓶泡脚 然后用这个上了面膜 然后眼睛还边滚 就完成我一天的保养 真的非常的方便 是 对 那老师你觉得说 对于整体公司的短中长期规划 是什么呢 嗯 好 其实呢 短期规划我们已经就是等于是 求生存 这块已经完成了 对 我们已经有就是打造很好的一个状况了 对 那在中期 其实我们都把心力放在培养我们的经销商 对 因为其实呢 我希望我们的经销商 就是他不只赚到钱 而且我们可以对他进行赋能 例如说他的一些心灵的一个成长 那除了心灵成长 还有例如说我们的 我们的整个成功的流水线里面 包含例如说 教他如何企业管理 还有时间管理的课程 再加上还有销售演讲的一个课程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昂贵的课程 对 可是我们就针对我们的经销商 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 他不只在这边是赚到钱 而且他心灵是富足的 是很很饱满的这样子 对 所以呢 其实我们都会把我们的经销商 带入这整个我们的系统 所以我们其实不是带着他们走到哪 再看看 我们是成功的系统已经出来了 产品怎么说你的产品会不会大家都有 市面上如果大家都有的话 其实我跟你讲 你也不用做就好像卫生纸 对他就是一个名声必需品 可是你赚的真的是一个很少的毛利这样子 对然后第二个除了一个就是独角兽的产品 然后再来呢你有一个成功的系统去引领你 这样可以一直不断的run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导师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对所以说我们会欢迎就是说 有志一同的你想要创业的 我欢迎你来跟我们做咨询 不一定同道 但是我希望给你更多的一些意见 希望帮助你可以在你的事业上更成功 哦是所以就是老师给年轻人见识说 如果想要创业的话 其实说应该说你的产品的东西 你要做非常的差异化以及独角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这个东西在外面 也随便都触及的到 对那其实你就没有什么特别 而且人家也不一定要选择你 是对那应该说老师他们有一个 这样非常棒的一个产品以外 他们还有建计自己的一个非常棒的 一个生态圈的一个系统 是就可以透过他们的这个系统学习到 你不只是心理上的付诸 是比如说你在专业上啊 也可以做的更专进这样子 没错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非常高兴 邀请到非凡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老师 来到我们的人物转访 那么谢谢婷婷老师 谢谢 谢谢你 谢谢